高雄骑山传出了一起离奇的车祸 这是有一名男子开车搭载友人回到自己的旧处 把车辆停好之后原本应该要切换成P档 就疑似误打成道生的R档 后来男子又误踩到了油门 造成整个车辆往后爆充自撞住家 这名男子瞬间被夹在左前轮底下 紧骚货报赶到现场抢救遗憾的事 依旧深告不知 这是近画面 男子开车到了家门前的庭院 车头转了弯 男人就在乘客下车以后 下一秒车辆突然往后爆充 乘客往前跑 驾驶座车门被掀开 往上翘卡在家门前 离居描述事发的经过 意外发生在20号傍晚的5点多 医生聚响出门查看 也赶快叫救护车 但遗憾的是 男子在送医后回填法术 要倒车 不能进去 太左边的 于17点40分紧急送医后 19时宣告不治 意外发生以后的隔天 这辆轿车的车门还卡在门前 车灯依旧闪烁 家门就近在咫尺 男子却命丧轮下 还死在家门前 气氛弥漫着哀伤 其方到场调查发现 男子停车打错了党 加上误采油门 引发了遗憾 自排党放入R党误采油门 导致车辆自撞 住家的私人助载 男子76岁 没能安享天年 其方也提醒大家 停车要打P档 拉手刹车 注意前后的状况 再下车 别让汉事重演 记者黄瑶明 高雄报道